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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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閨密出遊 打卡按like是指定動作 澳門最近新開了一間旗袍體驗店 旗員 讓大家穿著旗袍在澳門大街小巷 瘋狂打卡拍照 大家好,我是旗員的April 我是Judy 那真的来这边生活之后 跟Judy认识之后 我们一起在澳门的一些巷弄去走逛 那发现其实澳门蛮多的街道 其实真的都很漂亮 去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澳门的话 也许是很好的 那我们的提供的服务的方式的话 就是大家都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去做预订 那预订跟我们告诉我们说 想要过来的时间之后呢 当我们确定好之后 就可以在预订的那一天 到我们的店里面去做体验了 那到现场之后 我们会首先让客人去填写一个注意的事项表 那填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挑选旗袍 那挑选完旗袍之后呢 我们就会帮客人做一个简易的发型设计 那当这些发型设计都做完之后 也可以选择我们现场有的包包跟扇子 那最后就可以美美的出门 就像在日本有和服 然后韩国有韩服嘛 那我们觉得最适合中国女性的话就是旗袍 然后他穿起来的话就是也是方便 想要可以出去拍拍照啊 或是留个纪念什么都很适合的 那特别是可能有些人害怕自己肚子上有一些小肉肉会露出来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客人可以选择比较硬挺像是棉码 或是学房的材质可以让身材比较修饰一点 然后传统的旗袍比较偏狮子 然后摸起来就是很滑很舒服的那一种 然后花色会比较就是大家想象的大花啊大红啊大绿啊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改良式的旗袍 然后花纹会比较现代 像有很可爱的猫头鹰啊波典啊